就是请求他说你去做一做傅作义的工作 他很爽快地答应 当然他知道傅作义作为一个军人 最大的顾虑不是掉脑袋 军人不怕死 他最大的顾虑怕别人说他是叛逆 所以刘侯彤对他说 说的你怎么能叫叛逆 军人要有忠心是不错的 但是你不要忠于某一个人 你忠于是人民 现在国家败坏成这个样子 人民是有呼声的 人民呼吁和平 呼吁停止战争 呼吁改造政府 如果你这时候站出来 顺用历史潮流的话 人民会醍醐送酒欢迎你 谁还说你是叛逆呢 这一番话对傅作义的影响是很深的 就在傅作义忧郁不决的时候 傅作义曾经被蒋介石垫召到南京去了一次 你要知道那时候傅作义去南京还是很危险的事 我们的地下党多次通过各种渠道 劝说傅作义不要轻易到南京去 蒋介石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的 你肯否能今天去南京 你明天就回不来了 但是他还是去了 在南京 蒋介石强硬的让他赶紧带领部队南撤 我们前面讲过傅作义是不愿意南撤的 为了稳住蒋介石 傅作义表示 我有办法对付共产党 你放心吧 结果安全回来了 但是回来以后 另一段日子傅作义不好过 为什么呢 不利的消息不断的传来 35军他的敌系部队 上一讲我们讲过 被围在了新保安 康庄的第16军被歼灭了 104军 也消息不明 过了几天 104军的消息来了 回了一个军长 就安春山 上次我们讲过 一个人 疼头垢面 站在他人面前 部队也没有了 被歼灭了 另外 更令他知情的是 他没料到 东北叶正经 入关会这么快 有消息说 一和元发现了 东北叶正经 一和元 离了北京近在咫尺了 况且那时候 他的总部是在公主坟 也在城外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赶紧搬家 搬家的时候发生了混乱 调动了北平所有的汽车 一个总部搬家不是开玩笑的 还有那么多军官 还有那么家眷的 混乱之中 总部就搬到了城里 搬到城里之后 傅多义把他的总部安在了中南海里边 他的办公室安在了居人堂 这时候的北平 我们可以稍微的描绘一下 那时候的北平的概念是什么 概念 就是那个城墙 我们老一点的人知道 当时的城墙在什么位置 现在的二环 二环就是城墙巴勒修的地铁 城就这么大 傅多义把总部搬进城里以后 北平城各个城门全关上了 然后部队准备守城 我们知道部队准备守城打仗 它有一件必须做的事 就是扫清射戒 什么叫扫清射戒 就是把城墙边 可能将来要打仗的地方 民防都得扒了 为炮兵也好 用为机枪也好 扫清障碍 但是就这件事 伏特医都没做下去 老百姓不干 北京的老百姓他是不怕的 你军队来拆房子那还得了 拿着家伙就跟军队干 抵抗最厉害的就是西志门附近 因为西志门附近是我们的攻击的重点 军民双方都有伤亡 结果打到最后射箭也没扫成不了了之了 这时候我们围城的东北野人军已经做好了一切工程准备 但是有一个巨大的前提 北平可不是一般的城市 它是一个古都 它有很多文物古迹 打不得的 我们不可想象故宫里开炮是什么感觉 故宫里落炮炭是什么感觉 因此在部署工程的时候 小心翼翼 哪些地方可以公开 哪些地方可以穿插进去 哪些地方哪个路线最少的减少城市的破坏 为此 我们的九会员还请来一个建筑学家 就是梁思成 梁启昭的公子 著名的建筑学家 让他说一说 哪一段城墙可以开炮 哪一个城门可以开炮 梁思成拿着地图说 大部分都不能开炮 大部分城楼都是明代的文物 非常珍贵 不可复制 如果非要打的话 他指出一个地方 他说的是北京城的东北角 他说那个位置有一个城门 那个城门原来没有城门 是日本占领时期 日本人扒出来的一个城洞子 说那个可以哄 没关系 它没有文物价值 另外 那段城墙的里边 过去是一个明清以来考试的贡院 没有老百姓的住家 那么你打起来 老百姓伤亡会少 就说为了这个古城的保护 我们做到了如此细的工作 但是我们没有基于工程 尽管部署详细 也不愿意让这个古城遭到战火的破坏 等待一个时期 就是傅作与的觉悟 北平这座八百年的古都 拥有无数的名胜古迹和文化遗产 是中华民族共有的宝贵财富 如果一旦开战 北平势必将遭到炮火的摧残 如果能实现对北平的和平解放 这不仅对于北平人民 更对于历史都具有重大意义 那么华北角总总司令副作义 面对这样一个局面 他的内心又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傅作义搬进城之后 曾经在中南海里召集了军官一次会议 把他的所有的军官都召集来了 这里边有中央嫡系的军官和他的嫡系军官 傅作义 跟征求大家的意见 你们说怎么办吧 就这时候了 中央嫡系部队的将领 太子非常明确 你看他有两个兵团底下 中央军官的两个兵团 两个兵团司令 一个叫石绝 一个叫李文 马上站起来说 我们愿意跟副长官一起和共产党决战到底 绝不妥协 不然我们对不起校长的栽培 但是这时候站起一个人 是副作义的第一项 就刚才我说的 丢下部队自己跑回来 安军长 安春山 站起来 这个军长也有点性格的 他说打什么打 我们打了三年了 人家越打越多 我们越打越少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资格跟别人打了 你还有什么资格跟共产党去打呢 要打也可以 咱们都开出城外去 远远打到野地里去打去 在北平城打 人民是反对的 要作孽的 安军长这番话让傅作义非常紧张 为什么呢 傅作义明明知道身边会有蒋介石的特务 他的嫡系军官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来 还得了了 当时就训斥这个安军长 还让他当面要做检查 你说错了 晚上的时候 傅作义把安军长叫到他的密室里边 劈头就问 你是不是 共产党让你来做我的工作 安军长 安军长说 绝对没有 这点你放心 绝对没有 这就是我自己的想法 好 既然是你自己的想法 傅作义说的 那我让你考虑几个问题 你考虑好了好好回答我 什么问题 第一个问题 这仗还能不能打了 不能打 咱能不能走 走 咱往哪走 如果连走都不行的话 能不能和 第二个问题 如果说我们和共产党求和的话 是不是叛逆 第三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们和共产党虽然在抗日战争当中有过合作 但是究竟是打了几年仗 我们这样的人共产党杀不杀 信不信 用不用 足以看出傅作义心里还十分的矛盾 刚才我说傅作义已经交代他的军官要和共产党方面取得联系 当时的联系的渠道非常不畅通 因为傅作义的他的官职太高 1948年12月15日 这一天 傅作义的两个代表出城了 这两个代表是什么 傅作义当时办了一个报纸叫平民日报 他那个社长叫崔仔之 那也是他的心腹 他的采访部主任叫李炳权 你要知道 这两个人是傅作义代表 但是那个李炳权是我们的密闭党员 这两个人这时候的身份是傅作义的代表 再加上一个报纸员 再加上一个艺电员 再加上一个司机 五个人去找共产党去了 怎么找 吉普车开出广安门 指着往前开 说而在的 出了广安门 他们走不了多久 就被截住了 但已经围城了 他就跟我们的共产党的官兵说 说我们是代表长官出来取得联系的 说你们要到哪去 说我们要到西柏坡去见毛泽东 我们的干部跟他明确的说 你要谈判可以 但是你去的地方绝不是西柏坡 你能去的地方就是平京前线指挥部 走不了了 15号那天回来了 在城里助力一宿 16号又出城了 这次出的是西志门 出去以后就撞进了我们的阵地 那个阵地是东北野兰军第11宗的阵地 进去以后 11宗的领导人知道 他的来由之后 赶紧向平京前线指挥部汇报 赶紧向中央军委报告 中央军委电报 很快就到了 说我们欢迎谈判 谈判的原则是 争取让富德医方下武器 同时 同时